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玻璃大王曹德旺 他说自己的家训是 不要把钱借给别人 也不要借别人的钱 他虽然捐了一百二十多亿现金出去 但他坚决不担保 不借钱 也坚决不借钱给别人 借出去的钱 泼出去的水 钱借给人家就等于丢了 什么时候还给你 就是捡了 你先掂量一下是否丢得起 丢得起就借 那就不要在乎人家是否还得起 关于借钱 学者刘欣做过一个调查 结果发现 借钱后足额归还的人 只占到百分之二十四点二 不到四分之一 借钱后 表面还好 但已经不再相信对方的人 竟然高达八成 有百分之七点二的人 选择了断绝关系 所以 决定借钱出去的时候 第一原则就是 时刻记住 必须是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借钱 永远不要超越你的能力 去帮助别人 如果因为把钱借给别人 而是自己陷入深渊 那实际上 是你自己太蠢 没有金刚钻 偏懒瓷气活 做的是傻瓜才做的事 永远怪不得别人 我见过为朋友担保借钱 结果反而为朋友还债的势力 也见过为了朋友借钱而借钱 结果朋友无力偿还 那些帮他借的钱 全压到自己身上 导致下半生落在一直为他人还债的境况里 要记住 做好人也是需要实力的 否则你不但帮不上大忙 反而把自己绕进去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永远不要做 有能力借钱出去的时候 就得想着 借出去的钱 泼出去的水 借出去的钱 已经不属于你了 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 那千万不要借钱给别人 莎士比亚说 不要把钱借给别人 借出去会使你人才两空 也不要向别人借钱 借进来会使你失掉自尊 站着借钱 跪着要债 我想很多人都帮助过别人 借钱给朋友或亲戚 我也不例外 几年前借了些钱给朋友 目前还有大几十万没要回来 借钱的时候 借钱人往往打着友情牌 什么好兄弟啦 发小闺蜜啦 再一顶顶高帽子给戴上 好爽啦 大气啦 够朋友啦 但是 等到要他们还钱的时候 脸色就不好看了 你就缺这几个钱 急什么 不会少你的 还有电话不接 短信不回 最后就是翻脸不认人 你去告我好了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你拿去吧 我觉得有句俗话说得特别对 借出去是感情 收回来是仇人 借钱就是花钱买仇人 借出去的钱 想收回来 实在是太太太难了 你好心帮别人 借了钱后变了智 这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所以 最好钱不要借给别人 确实觉得很可怜 那就送给他 特别是大数额的钱 一定不要借 借了 那么收回来的可能性 也只有百分之一不到吧 毕竟现在的人啊 没良心的太多 借钱之前你是爸爸 借钱之后 他是大爷 千年不赖 万年不还 站着借钱 跪着要债 借钱出去是老爷 出去要债是孙子 出去要债比什么都难 还得看人脸色 真的很难受 所以 尽可能的不借钱 也是一种自保 刘庸说 每一次借钱给朋友 就是把信任一起借出去 并且不抱有 可以拿回来的期望 直到拿回来的那天 会有收获信任的惊喜 不义之财不能取 横财必有横祸 在这个世间 哪个人不喜欢财 可是要知道 不义之财 绝不可以取 因为不义之财 不仅留不住 往往还会有很多 难想象的灾难 世间人无名 以为倩钱不还 就是自己的了 自己就能发财了 殊不知 头顶三尺有神明 因果 一分一毫都不会错乱呀 李济大学说 货备而入者 亦备而出 意思是说 用不正当的手段 得到的财物 会通过非常不好的 途径失去 不正当的手段 得到的钱财 往往是加倍出的 并且附带着灾难 大家留意一下 就会发现 那些欠债不还的人 做生意要么巨亏 打工的 要么失业 总之 混得都是越来越灾 因为 每一分钱上 都住着一位财神 阿玉王金说 钱即是神 通灵性 欲善则生 碰恶则灭 钱财是世间 唯一没有生命 却能生能灭的 欠人钱的 就是借了别人的财神度日 那财神到期 是要回家的 到期了 财神想回家 欠钱者却阻拦着财神 不让回家 财神必生怨恨 日久生怨 必遭大难 家败也是必然的 子孙后代 也跟着受累 正如 《太上感应》片中所说 幼珠横取人才者 乃记其妻子家口 以荡之 见至死丧 意思是说 又有各种 利用自己的权势 蛮横霸占他人财物的人 上天就会估算 他的妻子 子女 和家人的情况 让他遭受相等的报应 渐渐至于死亡 因果轮回 有因必有果 害人中害己 借钱不还者 不管有怎样的念头 还是想劝一句 祸福无门 为人自诏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人生中能遇见 雪中送炭的朋友 那是上天赐予你的福气 一定要珍惜 不要挥霍 再浓厚的感情 也经不起随意挥霍 再生死的情意 也经不起金钱的打磨 钱如炼金炉 能检验人心 真朋友 真感情 如真金 遇恋遇纯粹 最后 收获真朋友 假朋友 假感情 遇恋遇消融 最后 无影无踪 人世间 知交无几 知己 更凌络 愿你我 都懂得珍惜 优优优独